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梁长官司后 小姑娘却要负主要责任 就是在救济方面的 还存在着 不当的地方 今日说法为你播出 小美的眼睛 各位好 这里是今日说法 欢迎订阅 今天的节目 我身后的这个小姑娘 她叫小美 这张照片呢 是小美五六岁的时候拍摄的 您可以看到 照片上的小美 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 现在小美呢 已经长大了 她今年十九岁 但是她的左眼出问题了 左眼失明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些年 到底在小美身上发生了什么 来看我们记者的调查 平常话音呢 让我 受机能折磨 但是呢 有的时候在上课的时候呢 我向左边看一看 那什么什么也看不到 左边看不到 因为我看不清楚 什么也看不到 小美的父亲说 小美的眼睛之所以会失明 是由于当地县人民医院的医生造成的 小美的家 位于云南省云县的乡下 七年前 十二岁的小北出了一场意外 而这场意外 让她住进了当地的县人民医院 当天我就是割绳子 绳子就穿上 穿上这个地方 穿上这个脚上面是吧 就是板凳的脚上面是吧 然后到口就穿上 用力割绳子 穿不穿的割断 往上一带 绳子也割断了 头身的引颈也划上了 当时疼吗 不疼 是吧 也不流血 也不流血 但流眼泪 也不是一直流 只是流了一几滴 但后面都没有流 第二天一大早 小美的父亲就带着她 来到了县城的云县人民医院 医生说 小美的眼角膜被镰刀划伤了 要立即进行角膜缝合手术 那一天当时有没有说过 就是说有可能 如果手术做得不好的话 还是可能失明 您这话和虾说过没有 那不说 从来没说过 不说过 小美的父亲说 当时医生告诉他们 做了手术 小美的眼睛就会好起来 不会留下后遗症 手术后十四天 医生说 小美的伤口已经愈合了 可以拆线了 拆线的当天 结果还是令小美和家人满意的 这时候好了吗 当时 当时就好了 没问题的 老员拆线了 银精的当时也没疼痛 也不留下 看东西 看人都很清楚 十二岁的小美 当时正在读小学五年级 白天拆线后 小美就吵着要出院 回家去上学 但是到了晚上 小美回家上学的愿望 一下子变得遥遥无奇了 半晚的时候 那个眼睛就红着 流泪 睁不开了 疼吗 疼 非常的疼 然后就非常的着 一直流泪 到了第二天 小美感觉 视线越来越模糊了 医生查看后发现 小美的眼角膜的伤口 又重新开裂了 没办法 晕现人民医院 只好给小美 做了第二次 角膜缝合手术 但第二次手术的结果 并不理想 伤口反复感染 难以愈合 县人民医院认为 他们的治疗手段有限 要求小美转院 2005年9月19日 也就是小美 第一次手术拆线后的 第12天 她被转到了 云南省的省会 昆明市医学院 第二附属医院 就是 她的前方没有吧 就是可能 缝的那个窗口了嘛 可能还漏水 不是 就是没封严密以后 她这个眼泪的防水 不就会流出来吗 那么我们又急诊 又赶快 就给她 昆明市医学院 第二附属医院 第三次给小美的眼睛 做了青窗缝合手术 这次手术之后 小美的眼睛感染 终于被控制住了 伤口在一个多月后 愈合 可等小美再次 睁开左眼的时候 眼前不再是明亮的了 直接就可以说 只看到一个黑眼 现在现在看着什么了 黑眼 一个人站着 就看到一个黑黑的颜色 出院的时候 医院给小美 做了一次视力检测 小美左眼的视力 只有0.02 而我们正常人的视力 应该在5.0左右 这也就是说 小美左眼 激进失明了 你想我自己的 请图的黑秒吧 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当时的小美才12岁 灿烂的人生还没有开始 就遭受到这样的挫折 对于小美和家人来说 这个打击是非常的大的 但是小美的父母 竟然心来一想 就觉得这事有点蹊跷 因为手术以后的拆线 证明着是伤口愈合了 可以出院了 但是当初县人民医院 在拆线之后 为什么这伤口又裂开了呢 这里边是不是会有什么问题呢 小美的父母觉得 有必要追问一下 没想到这一追 还真就追出了问题 小美当初入住云县人民医院的时候 医生曾给她做过一次视力检测 当时的视力为4.2 和正常人的视力水平差不多 小美第一次手术之后 医生给她拆线的时候 小美自己还说 能看清东西 小美家人说 小美的眼睛变坏 就是从第一次拆线之后开始的 小美的家人说 第一次拆线之后 小美的伤口先是重新裂开 然后就是反复感染 无法控制 虽然经过第三次手术愈合了 但是从此却失去了光明 小美家人认为 这都是因为第一次手术之后 医院拆线过早造成的 但是云县人民医院并不认同 文医生就是当初给小美拆线的医生 文医生并没有给我们提供这方面的资料 我们也没有找到文医生所说的那本专业的书籍 记者也进行了查询 一般的医学书籍介绍 医生给术后伤者拆线 应该根据伤者的恢复程度来决定 不能机械的根据教科书 那么小美的伤口裂开 是不是由于伤口还没有完全愈合 拆线过早呢 文医生对此并不赞同 恢复 不是说你受伤了 我们就给你处理 尽量能够达到你的期望者 这个还跟你的睡省情况 还跟你个人的集体的代偿能力 还有一定的关系 文医生认为 她给小美拆线的时机是合适的 小美的眼睛之所以会这样 是由于她体质的差异 和一些意外因素造成的 也是属于术后的正常反应 而对小美视力 为什么会从4.2下降到了0.02 文医生认为 也是一种必然 就是说如果是正常的情况下 就像她这种情况 有可能导致死你的后果吗 有可能了 但是如果你说感染严重 它那个眼球 本来里面血流就比较少 你看看治疗 它效果不是很低下 如果有可能导致 你感染出现眼泪因 或者其他带肠 那就带肠失调 那就可能失眠了 面对文医生的这一番专业的解释 对医学常识并不太懂的小美家人 难以分辨 但是小美的父亲说 拆见当天有一个细节 让她无法相信文医生的解释 小美的父亲说 当时动手给小美拆线的是文医生 但是当时文医生并不是主治医生 她得听从旁边的一个叫同大会的医生的指挥 当时她曾听到佟大夫提醒文医生 让她不要把小美眼睛中间部分的线拆掉 可是文医生并没有听从 小美的家人说 这个细节从侧面支持了 他们怀疑云县人民医院拆线过早的推断 但对这个细节文医生予以否认 这个事情当时是这样 我说当时还是一个下警生 我们有个下警生 我们的所有治疗 是我们的 原来有个同大会 它是我们的主任 也是我们的上警生 他来指导 给我们 我们所有治疗 就是听他的 文医生承认 当时自己才刚刚进医院 业务上要听从科室主任 佟医生的 当天 她给小美拆线的时候 也确实是佟医生在一边指挥的 我听家长说 同大会曾经 佟医生说过 眼中间那块 你拆 在你当时拆了 我不可能 我会被我的上警生去操作 这不可能 为了印证文医生的说法 记者曾要求采访当时 在一边指挥的同大会议生 但是院方告诉我们 同医生已经退休 和子女一起在外地生活 无法联系 事情至此 小美的家人指责医院拆线过早 没有了依据 不过记者后来 在采访昆明市医学院 第二附属医院的时候 那里的医生表示 云县人民医院当初给小美做的 眼角膜缝合手术 确实是有问题的 就是同学的技术上 差一点 当然我们也能理解 你要要求下面的医生 跟我们同的一样 那我们就到下面去 我们就不在上面了 对吧 周伟医生是小美 在昆明市医学院 第二附属医院 住院时的主治医生 她曾仔细地查看过 小美的病情 她认为 当初云县人民医院 给小美做的手术 主要存在两个问题 第一是拆线过早 导致伤口重新裂开 第二就是 云县人民医院的医生 在给小美做第二次 缝合手术的时候 没有将伤口完全缝合好 这就是为什么 小美伤口后来 反复感染 无法愈合的原因 两份证明 数额竟然相差九万元 那么这个证明 这个证明是正式叫 拿到了赔偿 七年来 小美的眼睛 为什么还没有恢复 小美的眼睛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有了昆明氏医生的支持 小美的家人认为 自己的观点是对的 虽然说 云县人民医院 坚决否认医院有责任 但小美的家人觉得 这事不能就这么完了 一定要弄一个水落石出 为了弄得明白 小美向当地的医学会 提出了医学鉴定的申请 医学会的鉴定 证实了小美家人的怀疑 当地医学会认定 云县人民医院 在小美的手术过程中 确实存在拆线过早的行为 构成三级医疗物等事故 医学会虽然肯定了 小美家人的推断 但同时认为 医院的拆线过早 和小美失明没有关系 小美眼睛失明 是她自己的刀伤导致的 医院过早拆线 只是延缓了小美伤口的恢复 你现在还看到里面的疤痕吗 可以看到 现在是白白的 就是中间这个白色的 不是中间 是柄柄 下面 对 下面 黑眼珠下面 那东西眼睛难受吗 难受 据眼科专家介绍说 不是眼角膜受伤 都会造成失明的 影响势力的 主要是疤痕的大小和位置 疤痕越靠近眼球的中心 就越会影响势力 小美说 她的伤口原本是比较靠下的 如果不是后来 医院拆线过早 伤口反复感染 无法愈合 导致疤痕扩大 也就不会失明的 医学会怎么会认为 拆线过早和她失明 没有关系呢 我认为非常的不公平 为什么 因为 势力下降后庭 势力下降是因为 他们缠性不但 造成这个伤口恶化 所以势力才下降的 因为 因为他们缠性之后 那过了一年三庭之后 这个势力就下降了 但是 小美和家人 对云县当地医学会的 鉴定不符 向云南省医学会 提出了再次鉴定的申请 云南省医学会 做出了和云县当地医学会 不一样的结论 认为 云县人民医院的拆线过早 后续治疗不当 和小美的眼睛失明之间 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 构成三级丁等医疗事故 非常地希望 自己的眼睛能变起来 因为在同学面前 有时候会受到骑士 还有 眼睛跨眼的时候 就是回家那台 难以人生 晚上睡觉的时候 有的时候 会说不着 叫他难生 确认了眼睛失明 和云县人民医院的过失有关 小美的家人打听到 如果能够进行眼角膜移植 小美的左眼 还是有可能会恢复视力的 为此 小美的家人 再次找到了云县人民医院 希望院方 能够赔他们一些钱 以便给小美 做眼角膜移植手术 云县人民医院说 根据他们掌握的情况 眼角膜移植手术的费用 大约是一万元以下 为此 云县人民医院提出 除了承担小美上司 在他们医院 和昆明市第二附属医院 治疗的全部费用之外 他们再一次性 赔付小美家 两万元的后续治疗费用 用于小美的眼角膜移植手术 小美的父亲说 因为在后续治疗中 还有许多未知的东西 自己心里没底 自己当时并不同意 这个两万元的 一次性赔偿协议 但是当时 医院方面 怎么都不肯让步 没办法 他们只好 在一次性赔偿协议上签了字 领走了两万块钱 小美在眼上的折磨下 度过了漫长的七年 今年小美已经度高三了 再过三个多月 就要参加高考了 可失明的左眼 严重地影响到了她的学习 小美受伤前 学习成绩一直很好 可是受伤之后 由于无法长时间看书 再加上眼睛反复发炎 和频繁分布与纠纷 她的成绩下降得很厉害 今年就要高考的她 能否考上大学 小美的父母 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但是小美却并不想放弃 小美现在最大的希望 就是能够进行 眼角膜移植 恢复势力 这样自己的未来 才有保障 那既然当年医院 已经一次性赔付了 他们家两万块钱 让她做眼角膜手术 小美为什么没做呢 原来拿到钱之后 小美的父亲 就带着小美来到了省城昆明 准备做眼角膜移植手术 结果一打听 费用根本就不是医院 所说的一万元 这是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给小美父亲开去的一份 病情诊断证明 上面显示 角膜移植手术的费用 要十万元 小美和家人认为 云县人民医院 一次性赔偿两万元 根本无法完成 角膜移植手术 他们再次找到了 云县人民医院 要求他们 再赔给九万块钱 但是 他们的这个要求 被云县人民医院拒绝了 那么这个诊明 这个诊明是正式讲 我们还 还有待进一步呢 这是合适的吗 云县人民医院坚持说 根据他们掌握的情况 眼角膜移植手术的费用 只要一万块钱左右 他们对小美家人 这个十万元费用的证明 表示怀疑 为了证明他们的观点 云县人民医院 也向我们提供了 两家医院的证明 这两份证明显示 眼角膜移植手术的费用 确实是在一万元以内 一万和十万 为什么两者之间 会出现如此大的悬殊呢 记者曾就这个问题 见有关专业人士请教过 昆明世纪学院 第二附属医院的医生 给了我们这样的解释 周医生解释道 纯粹的眼角膜移植手术 费用确实只要一万元左右 但前提是 眼角膜是无偿捐献的 如果不能从正常渠道 得到角膜的工体 而是家人自己想办法寻找 那这个钱数就不好说了 并且手术之后 还存在着并发症 排异反应等因素 所以具体的费用 也就无法计算了 小美的父母都在家务农 家里的收入主要靠种甘蔗 甘蔗一年能够种两季 那你家多少甘蔗的 我家只有十毛的 那一年就 才十分甘蔗 只剩十千块钱 那你两季就能卷八千块钱 小美家有姐妹两个 小美读高三 妹妹读初三 小美的爸爸说 仅小美读高中的生活费和学费 一年就得七八千块钱 他们根本无力给小美换眼角膜 他们也曾试图向别人去借 可村里人也不负义 根本就借不到 小美和家人认为 两万元钱根本无法进行 眼角膜移植手术 可是医院方面认为 这已经足够了 在矛盾无法调和的情况下 小美和家人想到了打官司 希望通过打官司 得到一笔钱 作为眼角膜移植手术 2007年3月 也就是小美眼睛受伤后的第三年 小美以人身伤害赔偿为由 要求云县人民医院 赔偿她 伤残生活补助 精神损害赔偿等费用 十一万多元 但结果并不像小美想象的那样 根据医学会的这一关 就是他因为是在操作了 车县国障 而且是重复收拾 那么就操作了 真因为这一点了 那么这是跟他 最后导致的这种结果 有一定的因果关系 继续这种考虑 那么法院也就确定了 他20%的责任 云县人民法院判决 云县人民医院 只承担20%的次要责任 共赔偿小美两万三千多元 由于医院之前 已经一次性赔付了小美 两万块钱 这样算下来 小美只能再得到 三千多元的赔偿 小美希望通过打官司 讨到眼角膜移植费用的愿望 落空了 小美的家人很是不解 既然医学会的鉴定认为 小美的眼睛失明后果 和云县人民医院的拆线过早 以及后续治疗不当有因果关系 那云县人民医院就应该承担全部的责任 可是法院为什么只判医院承担20%的责任呢 云县人民法院解释说 虽然当初云南省医学会认定 小美的眼睛失明和医院拆线过早和后续治疗不当有关 但是云南省医学会同时认为 造成小美眼睛失明的这个后果 医院的治疗不当只是次要原因 主要原因还是小美原来的外伤 既然是次要责任 他们判决医院承担20%的赔偿责任 并无不当 小美和家人认为 云南省医学会既然认定医院当时的拆线确实过早 后续的治疗不当 和小美失明存在因果关系 就应该认定医院来负主要责任 而且也正是医院的多次手术 使小美眼睛里的疤痕扩大 导致失明下降 并最终失明的 那云南省医学会为什么要认定小美来承担主要责任呢 为此我们来到了云南省医学会 希望他们做出解释 但是他们没有接受采访 她的鉴定应当说由医院的医生所组成 也就是说这些个鉴定的都是属于什么呢 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 在无法得到答案的情况下 小美的家人只好向当地的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 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并没有否定云南省医学会的鉴定结论 同样认定医院承担次要责任 只不过把责任的比例变成了25%对75% 这样的话 抛出了当年赔偿的两万块钱 小美最终能获得的赔偿款 也就只有9000多块钱 一位律师给小美提供了帮助 那么你现在这个孩子情况你打算怎么办 检查机关的介入能否让小美重见光明 那就是在救济方面还存在着不当的地方 小美的眼睛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好 今天我们请到演播室的嘉宾 是中国卫生法学会的常务理事郑雪茜老师 那郑老师您看现在这个案子 二审已经审完了 那现在是判定小美她自己要承担75%的责任 也就是说她是主要责任 她只能获得9000多块钱的赔偿 那和她要求的那个10万元的手术费差得非常的远 那法院说我为什么这么判呢 说因为医学会的这种鉴定就是这么认定的 所以我就只能这么判 那法院的这种说法有道理吗 那么医学会的鉴定呢 它是法院办案的一个参考 它不是一个决定的因素 它是一个证据 作为证据的话法院参考 那么医学会在这个鉴定里头 它说是次要责任 那么我们通常的一般人的理解 认为次要责任好像就应该是40% 是吧 但是呢在法院的这个审理过程中呢 他说次要责任 但是我法官在判中间不是完全绝对照着班 只是在他确认的一个事实的情况下 我法院来考虑责任的承担 所以一般有些法院他可以考虑 就是次要责任 他要考虑20%到40%之间 所以这是一个法院的自由材料 法院的审判已经终结了 可小美的这事儿 引起了云南省人民检察院的注意 云南省人民检察院会给小美什么样的帮助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小美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得到一笔钱 把眼睛治好 可家庭的贫穷和官司的结果让她有些绝望 去年昆明市里一位律师听说了小美的事情 认为法院的判决对小美不公 她决定免费给小美提供法律援助 在宁律师的帮助下 小美向云南省人民检察院提起了抗诉申请 小美的申请获得了云南省人民检察院的受理 我们主要就是认为就是对李清美申诉人这样的一个小女孩了嘛 那么法院她做的相关的这个责任的分配了嘛 那么没有完全的能够救济她 那么就是在救济方面呢还存在着不当 不当的地方 因此我们呢才提出了抗诉 云南省人民检察院认为 小美作为一个患者在整个事件中并无过错 法院不应该判决小美还要承担75%的责任 法院的判决明显对小美不公 为此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已经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了抗诉 目前呢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已经受理了云南省人民检察院的抗诉 那进一步的结果呢还在审理当中 不过我们最关心的还是小美的眼睛 无论官司怎样都不应该成为小美治疗的障碍 现在呢能够让她早日得到治疗 能够早日恢复视力 我们觉得才是当前的重中之重 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 感谢郑老师参与今天的讨论 希望观众朋友继续关注中央电台第一套节目 综合频道接下来的其他内容 明天见